為什麼實在是這麼貴 實在是一萬一 這台防空車都可以這麼貴 沒有使用雷達使用光學瞄準 所以我們去海車五公里的防空車 叫價一萬一 光學瞄準也比較準 是沒有感受到 好像真的比較準 HELLO大家好我是OneGameChicken花花 這要跟各位介紹的是義大利現役主戰坦克 公羊Ariate 原本這次的影片想要嘗試不打稿 直接分享我玩這台坦克的心得 但是後來發現我的舌頭跟嘴巴有點不太受控 不過還是想要以比較口語化的方式 分享這台坦克給大家 這次要介紹的是公羊P 或是叫它公羊育產型 和之後的公羊PSO 量產型的C1公羊 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少了外掛裝甲套件 而這些不知道有什麼用途的附加裝甲 除此之外在內裝部分 雖然已經坐落在10.0的分房 但是它並沒有和T72AV一樣 裝備新一代的義大利武控系統 那新的和舊的有什麼差別呢 講白一點就是少了高清熱顯像儀 它也沒有和9.0的鮑魚A5一樣 有Laser Warning System 整體就如它的外型一樣 非常陽春 主化部分的裝備 萊茵金屬授權 奧托梅萊拉公司生產的 RH120L44 120毫米 44倍徑坦克炮 可以發射DM33 481毫米穿升的APFSDS 6.9秒的裝甲時間 比蘇聯T72系的7.1秒快的0.2秒 會是你的自身關鍵 防禦能力部分一代一至始至終貫徹裸奔即是正義 沒有裝甲就是最好裝甲的傳統 徹底部分使用符合傳統的間隙裝甲 不知道防不防得住279 痾...好吧好像不行 臉頰部分稍微不聽話 不過還是不敢違背先人的主訓 對鋼針只有380毫米的等效厚度 還能防住M1的M774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第一數位彈藥架只有15加砲糖一發 共16發的備彈 可以多帶6發 會放在前置彈藥架的底部 但是相對的 被打中的風險就會提升 動力部分你一定不敢相信一台 防禦幾乎為0的坦克居然重達53噸 防禦力更好的2A4也才55噸 到底才重幾點的 裝備1300匹馬力的菲亞特12V柴油發動機 24.5噸的推力算是中規中矩 以它的體質也不適合拿來Rush跟別人換炮 雖然一直嘴炮這台車的防禦能力不足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台很適合新手的車子 也就是因為這個痛點可以培養謹慎初級的正確進攻觀念 而不是像現今的各種Rush戰術 以亞服常駐250Pin的環境不適合 我個人也很不喜歡這種打法 之後還會為各位介紹公陽PSO 因為它有一開始提到的新一代火控系統 外掛裝甲套件和更強大的鋼針 詳細的就等到下次再說 接下來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 I'm sorry 阿底板有這麼難嗎? 不是今天,T-SHIRT AB 你OK嗎? 感覺要母湯耶,我要上去秀他 幫你,我來幫你,我來幫你 哇,你被踢5A,我來打死 你不是,我去踢5A 我來打火龍 你把大招牠放過 就是在被汽車 你會放火龍 太衝動了啦 六九吐槍 怎樣 你衝其量也是一個加了附加裝甲的154而已啊 你怎麼這麼衝動啊 你怎麼這麼衝動 剛剛說八九吊 保障部队 往直立客车 他在做好 他在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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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No way No way 不知道他修好了可惡 The objective has been destroyed Say goodbye with my friend Lui sta bene Colpite queste coordinate Densitate sono chi chiuso un uomo Colpite 打蘇聯真的舒服 B-80s B-80s 子女生 D-80s 抱歉 又是沒有人群 Colpite Roundo for 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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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就收掉他吧 所以我們來打嗎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XD 抱歉 蘇聯弱點就是這麼明顯 啊 那個地方竟然沒有打到他的彈藥架 我還蠻驚訝的 我要離開這邊 我不曉得他打到哪 但是 不曉得他打到哪 你知道 不曉得他打到哪 彈藥 不曉得他打到哪 彈彈車 抱歉 HORRY BUDDY